世界圣公消息 为信心受逼迫 住在辽国的基纳 在妇灵教会受洗后没多久 她的生活迎来了180度的大转变 她的家人将她视为罪犯 开始殴打她 甚至将她囚禁在家 她的父母不能接受她背叛家庭的传统宗教 但基纳仍坚守她的新信仰 透过当地一群妇女的协助 她接受了妇灵信息 耶稣的故事感动了她 以至于她愿意为她奋不顾身 有一天当她被囚禁在家时 基纳设法挣脱了束缚她的绳索 逃到了妇灵牧师的家中 那是她唯一觉得安全的地方 因为连村长也和她父母亲的意见一致 基纳浑身是伤 躲在牧师家中 但她只待了一会儿 牧师在基纳的父亲上门之前 就已先送她到自己的亲戚家躲藏起来 基纳持续地躲避自己的家人 上次她见到父亲时 她拿起了枪要射她 尽管基纳受到胁迫痛殴而遍体鳞伤 但她仍坚持自己的信念 请为基纳祷告 祈求她有力量地面对家人带给她的患难 她也许可以拿到护照 到其他国家的妇灵技术学校就读 本季的部分捐款将帮助辽国建立所妇灵学校 以便像基纳同样处境的孩子也可以上学 让我们慷慨解囊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